暑假即将结束 而生命树领袖协会利用最后的周末假期 前往秀林乡家湾部落办理暑期儿童长者营活动 志工下安排了DIY活动与长者们互动 同时也领着小朋友快乐学习成长 让青年志工与资源进入协助 期盼能够带来部落快乐的假期 2022暑期儿童成长营活动 一年两天桃园生命树领袖协会青年志工们 并且前往秀林乡吉美村家湾部落 为儿童和长者们快乐学习成长 发言先秀林乡部落教育协会理事长曾秀林表示 相当感谢青年志工的投入 让长者和儿童在暑假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学习 在这个活动里面其实我们串联了蛮多的单位 像我们的桃园树的生命树领袖协会 再来是我们协会的木工班 还有就是我们修林乡公所的鼎力支持 我们这个场地 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呢 其实我们有分为长者跟儿童 那在长者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很努力地积聚 让他们去做一个文化交流 像我们可能在第一天的时候 我们去做了一些 像我们这个 可以吗 我刚刚刚拿着手 就像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木作 然后让长者跟学生一起互动去绘画这个钥匙圈 所以他们在做完的时候也会去分享说 他们为什么会去做了这个画 然后有些长者因为他们在生命的里程中 他们对彩虹 或是说对一些海洋的东西 他们就非常的喜欢 所以在跟这里的志工团队在鼓舞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积极地一起去 一起共同去画作这个东西出来 那今天的话 他们其实也共同在去编织一些 我们自己在地传统的一些文化的特色这样子 然后也在前几天的时候 他们其实已经下来 也去做一个文化歌谣的交流 在小朋友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因为其多的小朋友在家里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长者照顾的 所以在这些志工的带领之下 他们以明信片的画作方式 然后在统一收集 我们在从游集在寄到各家中这样子 生命述出动服务队已经有十年的历史 而这次号召了志工 投入部落来学习成长 并且安排丰富课程来和大家来互动 这一次我们有700个年轻人在全台29支队伍 然后服务超过1300个家 对啊 这次我们就是希望能跟 能跟花莲秀林乡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合作 然后也透过我们的年轻人 然后一起来祝福 一起来服务这边的社区 服务这边的长者跟儿童 然后我们这次的儿童是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营会 然后带出我很特别的这个价值 然后也带他们一起能够 藉由明信片传递他们对家长的感恩跟感谢 然后也让他们能够把这份情 回留给他们的家庭 花莲仙人秀文乡部落教育协会理事长 哲学院表示 陶影生命述领袖协会青年志工们 可以说是相当的有活力 以青年人的想法来开创 活泼好闻的活动 儿童和长生们可以说是相当的开心 大家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记得教训学院我到